《诗汉图中善围》 这是胡桌胡龙山黎讯禅师的误导语 他是马祖下归宗至常禅师的法使 但登陆并没有降在他的剃度诗汉生平 当然《诗家圆顶寿语》就是为了修行 圣堂时期一般残客行脚只为悟道 他初次行脚就来到庐山参列《龟宗祝厂禅师》 庐山在江西省九江市 《龟宗祝厂禅师》是马祖的德法弟子 这赫赫有名的马祖大师的法迈 《龟宗祝厂禅师》是《龟宗祝厂禅师》 《龟宗祝厂禅师》就远来参礼 《龟宗祝厂禅师》就问说如何是否 当时禅禅师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问话 但祖师会用各种的手段和言及来回答你 《龟宗祝厂禅师》就只说说 《龟宗祝厂禅师》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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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无病 何必求要 灵性禅师又问 如何保认 归宗一听他的问话 知道这些人的误吃未测 一次就告诉他说 意义在眼 空花乱醉 六子银 我人的内藩知性 本自清静 本自济族 本不生灭 本不动摇 又能生万法 金刚经也云 硬无所知而生其心 如来者 诸法如意 清静的解海中又起了一个保认之心 故意 意义在远 空花乱醉 这样的公案说了 那你能信日吗 那你会了吗 是不是这样叫做悟道呢 我想很多人会怀疑这不可思议的禅 但林迅禅师呢 虽经归宗禅师的指示呢 但是他呢 未彻底的领悟呢 因此呢 前来慈悲归宗呢 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再去禅水 归宗禅师问他说 什么是去啊 林迅禅师回归归宗禅 就是回福建 归宗禅呢 只在此多年 专事了催来 为子说一上活法 这个林迅禅师呢 仪式遵从事命呢 把心理医务打点好呢 又重新回到 归宗禅师的这里呢 归宗呢 把守一招呢 进前来 进前来 林迅禅师一世就走到师父的跟前 心想师父呢 不知有什么秘密的心法要说了 准备用心呢 来聆听师父的这个禅密道 归宗禅师却说呢 时寒 途中善为 林迅禅师一听处语呢 后然大悟 这个 这叫什么禅密呢 这叫做什么禅密道法呢 你不会正好起疑 若是非得了意 恭喜你得了日赐 林迅禅师后来 离开归宗回到福建后呢 在芙蓉山开法接种 后追思为洪照大师